到大大左看右看安裝冷氣學問大單看居家環境大小 還有民眾個別需求高溫天氣看不到鏡頭 預約冷氣安裝大報單 比起過去多三到四倍 還得排隊等上一到兩個禮拜 就連安裝費也值值掌 有網友貼文最近想裝冷氣 詢問電器行安裝費整個被嚇到 因為一台三萬左右的冷氣 安裝費就要兩萬五千元左右 問了三家價格都還差不多 因為請調車要六千元 主要還是要考量到 因為現在原物料比較貴 基本上現在像同價的錢 已經快逼近一千黃金的價格了 它兩萬五可能有含帶吊車 然後也要注意一下看它的安裝的卡囉 師傅點出關鍵各種鋼材管線都漲價 另外以外強調化用了冷氣鐵欄來說 至少要一萬到一萬五起跳 加上冷氣師傅缺工 年輕人都不想學這門技術 但夏季訂單多到處都在搶師傅 安裝費不貴也難 現在人工滿難勤的 真的滿難勤的 就能開到一個月開到三萬多四萬多 也是沒有人想學 樓層費也是多少會斟酌 斟酌去跟客戶說收費這樣 對啊 那有電梯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不會去收這門費用 買台冷氣加上安裝費 等於要付將近兩台的費用 但為了要有個涼爽的夏天 消費者只能咬牙開了去 近新聞楊樹 陳珊珊 採訪暴動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或是直接消費者 水放棄 河 任路 宣洩 犯